無量空處再開3分鐘極限 遺古是否能在3分鐘時間裡 抓住謹慎的一線勝機 大家好 我是無可光 週术迴戰262話已經更新 一起來看無量空處再戰 無魔欲出自 上一話裡遺古複製眷鎖書時 操縱五條物身體回到戰場 並與訴諾同時展開領域 戰場中的虎仗和東堂 感受到周立在整片空間瘋狂湧動 一瞬間又開始急速收縮 在中央凝聚出一顆不足籃球大小的漆黑球體 這證實 無條物在曾經的領域大戰中 用於對抗訴諾開放式領域的方案 小型結界 在無條物和訴諾的那場戰鬥中 縮小後變得更加堅硬的結界外殼 能夠在伏魔欲出自的斬機下支撐3分鐘時間 此刻訴諾腳下的神龕已無內戰中的威士 但他面前的對手也不再是那個無條物 在和無條老師的靈魂交換修行中 我的結界術也得到了提升 考慮到訴諾的疲勞狀態 理論上我也可以像無條老師一樣 維持3分鐘的領域 訴諾也和內戰時相同 把伏魔欲出自的效果範圍 收縮到剛好包裹著一顧領域外殼的程度 這樣就沒有99秒的時間限制了 因為這一話篇幅很短 並且提及了很多之前領域戰裡的設定 我在情報視頻發出後 看到了不少因此引發的爭吵 所以想在繼續解說前 和大家一起做個簡單的回顧 225話 無條物和訴諾同時展開了第一次領域 無條物也因為結界外殼的脆弱 被效果範圍延伸到結界外的伏魔欲出自 斬至領域崩潰 在訴諾想要擴大領域效果範圍的同時 無條物也展開了第二次領域 不同的是 他將結界內外條件逆轉 這一次他的結界外殼能夠扛住斬機 也是在這次領域展開後 訴諾展現了能在使用領域的同時 發動斬炎的能力 並且靠著接觸無條物身體 來免受無量空出的影響 在壓縮領域效果範圍提升威力後 第二次是無條物的領域崩潰 無條物第三次展開的領域 就和一股在本畫裡的做法一樣 將姐姐縮到不足一顆籃球大小 從而提升外殼強度 在斬機下支撐了3分09秒 並在此期間給訴諾造成了 讓他難以維持領域的傷害 從而使得兩人的領域一同崩潰 無條物的第四次領域展開 也以兩個領域一同崩潰結尾 第五次因為訴諾需要修復肉體傷勢 無條物以不到0.01秒的優勢 先與訴諾展開領域 並因為這個微弱的差距 讓訴諾受到無量空出影響 最終在2分40秒的時候 無力維持撫摸一初子 領域崩潰 徹底暴露在無量空出的效果範圍內 之後就是魔虛羅參與的戰鬥了 今天暫時不做展開 等相關設定被反覆提及的時候 我們再做回顧 好了 副盤的部分先到這裡 我們回到一股和訴諾的戰鬥 3分鐘 這場戰鬥對於一股來說 最多只有3分鐘 要在3分鐘時間內 給訴諾造成 讓他無法繼續維持撫摸一初子的傷害 而此刻 訴諾內心所想卻是 不用3分鐘就把無量空出破壞掉 再擴大領域範圍 這次一定要把他們全部殺光 在兩人分別立下各自的Flag後 一股率先出手 與掌心發動帶有巨大吸附力的倉 不等一股將出事完整用出 訴諾順勢近身貼臉 同時用斷臂一把壓下一股的攻擊 再將後手中拳 遞上他的面門 他突破了無限 是領域斬炎嗎 他居然在展開領域時 還能使用斬炎 你當然不會知道 連烏鴉都飛不進來的領域裡 到底發生了什麼 不斷落下地面的淚滴 和李湘物業中的一生生猶太 本畫最後留給我們的 是一個讓人有些難過的場景 畫面中的李湘再次完全顯現 他懷中的一股卻是原本的樣子 殘缺的左臂 緊閉的雙眼 還有依然帶於右手無名指的定情信物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以上就是本畫的全部內容 因為作者突發疾病 就出悔戰將收看兩週 也就是下一期情報視頻 預計會在6月27日更新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關注訂閱我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鬼光 我們下期再見